好 好了 开关 好的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呀 问什么 为什么要绝分开关 得先了解人体 找个尸体解剖 做学习第一步 挺正常的呀 开 尸体还算新鲜 抛开来 查查什么死因 你是不是害怕了 都是细菌 总得来个保护吧 什么叫细菌呢 总之就是很脏 那好得戴个手套吧 剖尸是要在细小深微处组文章 手套臃肿 偷尸和气不变 不是冬天太太那种 手术手套特别薄 贴着手那种 懂吗 你说那手套 我从来没听说过 你动完刀 你好好洗手不就完了吗 五厨树很厉害 可以四大宗师比肩 要不是五大人平时出手不多 名声不显 天下宗师就应该是五位了 我娘和五竹叔有什么关系 五大人是你母亲的仆人 那我娘岂不是更厉害 你母亲确实是天下无双啊 她当年是怎么死的 那不能说 都少透露一点了 你话太多了 你是不是坚持不住了 你没有受不了的食物啊 好 啊 老师 我还是个孩子 好久了 你没事没事 小孩子都贪睡 想想 是什么毒 什么时候下的 怎么种的毒 你在我剪筷子的时候 下了毒 味道发色 所以混在野菜里 按平时教的 自己选 四周 这瓶 选好了就吃 对不对 吃了就知道对 怎么了 老师 这怎么了 选错了 这其他名字的味道都不多 我跟你说让你选一笔 并没有说那里边有解药 老师 你太 老师 太过分了 你砸我头的时候怎么不说过分 你要是不服 你可以对我下毒 你要是把我毒翻了 你还就出事了 这本蒸汽密集是你给我的 还记得吗 这是你娘留给你的 这本蒸汽我练了有点问题 不好控制 特别霸道 说 这本蒸汽有名字吗 有 叫什么 霸道蒸汽 我怎么觉得是你献起的呢 我这蒸汽不加控制 恐怕对身体不利 说 这蒸汽到底该怎么练啊 不知道 我没练过蒸汽 可老师说你超厉害的 还行 我娘是不是被你气死了 忘了 忘了 那我这蒸汽问题到底该怎么办呢 吃完萝卜 跟我来 去哪儿 运用你的蒸汽 将蒸汽灌注在脚上 速度会更快 好 我没练过 也不会用蒸汽 你 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来锻炼你的身手 什么办法 我打你 然后呢 你躲 就 就这办法 只要你有足够的眼力 反应 速度 和力量 尽力躲开 我 再来 今日我来给他上课 我 叔啊 我觉得永远都躲不开 你需要时间 老实说 您和四大纵是一个水平 差不多 打过 有的打过 谁赢了 打平 那可是世上最强的四人了 您没去过武 就能和大宗师打成平手 足够快 足够强 就可以了 要多强才能和大宗师看好 五叔叔 你 前面就是悬崖了 能做到这么强 就可以了 叔 还是不是人啊 老师 坐 茶里星条的毒 您试试 又是段肠猴 茶里没有啊 你怎么做到的 表皮没有 内里有毒 你自己想想吧 中招了 什么毒啊 不是毒 而是时间 这些日子 老师都是用了上等毒呀 老师 您不是中毒了 而是您补得太狠 气血旺盛 你倒是聪明 真是另辟蹊径了 算是出师了 嗯 一重招了我就出师了 对 我出师了 好 我 sold 自己下午 这能干吗 感谢观看